记者魏锦军桃园报道,针对靖鹏工业评证三场重大公安事件,桃园市环境保护局认定该场位于事故,发生一小时内通知当地主管机关空污防制设备损坏,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,令该场持续产生空气污染行为。 已违反空污法31条,环保局将从严开罚,两罚共计可处分200万元罚款,令,环保局已要求业者使用啥包阻绝消防废水,避免消防废水一流至工业区外,29日持续监测发现在镇南桥下一处测到水沟水质值位3,显示靖鹏公司为妥善收集消防废水质有造成水污染情形, 环保局已已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第三条规定告发,已违法情节最高可裁罚300万元罚款,并认定情节重大,依法将镇鹏工业平振厂勒令停工,并予以重罚。 桃团原市政府新闻处长张敦涵表示,市府环保局进行镇鹏工业的后续环境污染监测工作,对于附近地区造成重大的空气及水体污染,认定情节重大,且此为重大公安事故,市府已依照相关法规将镇鹏工业平振厂勒令停工,并予以重罚。 感谢观看